歡迎來到碧桂林的示範單位 現在前面有一個勁大的花園 令你平時下班的時候都有舒適的環境 舒適的遠觀 再看看這個高達成20cm高的大樹 上面風景明媚 通風 還有很多人跟你一起玩 你現在是賣樓 很興奮吧 好 阿金剛爆了 暗化了樓你會被人打 阿金剛爆了金 今天爆了什麼遊戲 今天爆了Everdale Everdale 你給人家那個封面看看 Yeah!Everdale 其實一隻都來了一段時間的Cakes 不過一直沒有時間爆的 今天就爆了 好 這個遊戲就是阿金你熟了 你介紹吧 是嗎? 你不熟了嗎? 不熟了 其實這個封面真的很有心思 很漂亮 唐金 等我來 等我來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圖 近年很流行 那些Cakesha版本就是送套給你 入住遊戲 多套套又貴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多套套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貴很多 好 先講一下Campolin 未必先介紹遊戲怎麼玩 是 另外它出名的 就是 一棵樹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樹 是 其實 有沒有用呢? 可用可不用 其實你當我假開放一些東西 其實放在旁邊都ok 不過代入感好像 sounds ok 好 另外其實這個遊戲 是類似少少買卡 是 到你那時候 我們首先 每個人就有藥杆的牌 是 手牌 有手牌 有些Workers 是 Workers 做什麼 可以放在這些手手 有腳的地方 去拿出資源去蓋東西 包括這些叫藍莓 藍莓通常是聘用動物 是 這些石頭 有那些樹枝 是 樹枝其他Campolin都很漂亮 還有柴枝 是 柴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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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柴枝在這裡 蓋東西 去拿資料 是 除了放東西之外 就是 給錢去買卡 或者聘用人 基本上這個世界上 只有兩款東西 只要是建築 只要是人 只要是 聘用的時候 可以放在自己面前 建築 放在自己面前 是的 然後人 人是怎樣 都是站的 是的 每個人都會給你一些功能 是 當你做完 放完 人不能做的時候 你可以叫PASS 就會過季 基本上 你當作是冬季尾開始 然後就進入春季 又是做完PASS 之後就會去到夏季 還有抽櫃 當所有人都完成 自己的抽櫃之後 就會完結 的遊戲 途中 我們會不斷拿回 人 會越來越多人 去幫忙 隔離的陣型 其實這遊戲是玩四回合嗎 是的 沒錯 四回合 但是會越來越多 工作人 還有一些人 可以放在旁邊 其實還有一些 小小的位置 是放那些 卡 那些叫Action 是 還有一些 Event 因為我看到 除了這裡 有些腳之外 這些板 就是這些 這些一塊塊 都有些腳位 這個其實是 我們是跑的 Extra Pond 譬如說 你有四棟 這些建築物 你可以踩進去CAM 就有三分 明白 是的 大致上 就是這樣玩 是 他也是 我就這樣看 有Worker Placement 有Resources Management 還有一些 mechanics 在裡面 其實是 Building Engine Build Engine 是似在前面 明白明白 暫時來說 遊戲風評 好玩也有 詳細的 不知道 不過有些 不能不提 就是他的公仔 真的超美 當然有重複的卡 但是我看到很多 不同的卡 他上高的那些 畫 就是真的 靠那些畫 都已經好吃 就是作為一隻 日門的 我想問難不難呢 難不難呢 其實就正常 其實很好 也是幾隻遊戲 炒完一碟的遊戲 是 不算太難 玩的 我覺得OK的 其實很壞參半 因為其實他 很漂亮 首先吸引到 你進去玩 但玩到其實都是類似的 那些東西 但又不是去得很差 明白 但是都OK 好 看看有沒有機會 拍review 如果你有多人試了 就可以拍review 好 今天我們這集 是拍什麼遊戲呢 Everdale 叫做碧桂林 碧桂林 碧桂林 Everdale OK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